佛法之旅 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 佛子 慈菩萨摩佛沙 毁为帝王淋浴大国 威德广拜 名震天下 凡处愿主 每不归顺 法号司令 须正法 只是一概 普印万法 周刑律上 所向无奈 以离构战 而为其典 余法自在 见者 险服 不行不法 威德从获 以自身法 舍如众上 为转龙王 一切周急 佛子 慈菩萨 难主如实的功德 有大见手 不可阻坏 旅若过世 见者无厌 为福德庄严 向好圆满 行礼自贩 君挑巨逐 怀怒了愿 兼顾之身 大力成就 无能去够 得清净业 离诸业障 这一段的比喻 说在菩萨呀 行这个不是波罗密的实话 随以万类 不论哪些种族 都能普遍诗语 为什么以帝王 来做表法呢 因为帝王有权利 有权利 他掌握着一个国家 这个帝王啊 还不是一般的小王 是大的国王 王室天下 他才有这个力量 有什么力量呢 他的威德 他的名望 所有的冤贼 都能归顺他 没有冤敌 没有冤怠 咱们现在的世界上 没有这么大的国王 现在将近二百多个国家 哪个国家国王有这样子 现在是民主了 都是总统 不叫国王 四年 最多八年 那时候国王是到此为止啊 这个不能够形容 而且那时候的国王 威德 广拜 没有不臣服他的 他能够大 那显他的味道大 能降服他的冤体 他所下个命令 法号司令 大家都得尘佛 但是呢 他一直正法 正法是指什么说的 指佛法说的 因此呢 你叫佛的正法 正法 这都是形容词啊 拿一个盖 只是一盖 福云万方 大家知道盖吧 方方宝盖 那国王行走的时候 上次打的一个宝盖 就是一个盖 这一个盖啊 普云万方者 就是国度很多 都在他这个盖的 酝酿之下 这一项明文妹说 那时候国王分四招 金人铜铁 金人王呢 王四天下 人论王呢 王三天下 咱们说四大不中啊 就是这个含义 铜铁王呢 两天下 铁铁王呢 一天下 一天下就是一个国度 一个国度 他生下来 就现前生了 有这个轮子 咱们现在说飞机吧 钻转飞机 钻给他单车的 不是人工修的 佛所干的 他乘这个轮 游行到什么地方 没有账难 因为拿这个来形容 又把佛所教佛的法 也作为形容词 针的就皇上的头顶上 那一个照 说他这个针啊 是离构的 清静的 来把它头顶包住 现在大家看阿拉伯那个国家啊 那个 不但国王 人民都拿回布 包脑壳 就那个家叫针 伊斯兰教都拿白布 拿白布 或者拿轻布 不一定 那在佛法形容呢 与法自在 啥就是一些事物啊 一般的臣民 建造这个 西地盖 建造国王的神 险其臣服啊 和夫妇在地的 这些国王都有得的 不行不罚 就是对他国家 咱们现在有的国家 废除死刑 那个时候 连一般的行 都不复 就不行不罚 唯以德化 用德呀 来感化他们 那时候国王有德 形容的国王有德 以色思法 设置众生 给众生啊 说好言语 也难语舍 或者给他做同事 这叫同事舍 或者是 以布施舍 布施舍 给他的物质 满足他的需求 或者跟他四仙 同事 跟他做一样事情 拿这个来舍说众生 为转轮王 那个轮的 是我刚才说那个 那个金轮圣王 转轮王 那时候国王呢 是这样子 一切周期 就是对贫困 贫困的 有困难的 国王嘛 就施舍给他 施舍给他 这都是继位的菩萨 菩萨莫菩萨呀 菩萨之中的大菩萨 难助于自在的功德 这个功德 假使说 你读华严经了 你回向 发愿 我将来是些轮王神 这都是那 发愿大菩萨 李仲裳实话 一者有权 二者有钱 现在也又是啊 现在我们那些个 大资本家 国有钱 没权 现在那个 各国国家总统 他想布什 他有权 没钱 拿国家钱布什 不得行 那得议会 开会决定 都是 双方们都不能执着 但是这个经常说 这菩萨 他作为大国王说 他能自主 又有权 又有钱 国家就是他的 跟这个情况 不同的 所以这个比喻啊 是以古来的时候 情况 不是现代情况 菩萨难助的 自己的功德 有大眷属的一切 就是现在的那个 一个宗堂 各个部 各个部长 就是他所属下的 那就是他的眷属 那时候的国王 他的眷属 都是菩萨跟菩萨 死现的 不是像现在的情况 不犯过错 坦诚 磁漫啊 这些过错呀 都没有 一般的不能破坏 也破坏不了 不可主化 所以见到这些国王的 吴燕竹 吴燕竹 那是内德啊 因为他内里有功德 他有福德庄严的像 像好圆满 他形体的知分 就是他的相貌庄严了 都是大多数都是三十二相 准人圣王啊 与佛无异 准人的相貌 他现的都是相好庄严 均调去说 这均调去说 大家经常看啊 有人的知谍知分 有时候 那个脑壳四肢 脑壳很大 身体很小 那就不调和了 对 四肢很匀秤的 在他身体上 找不着缺点 肢体当中啊 四肢 五脏六腑 内在的外在的 下文讲 肠子 肚子 清肝脾胃肾 都可不是给人 我尝试那种想 等到讲到那一段再说 现在可以移植 把你的肾脏 移植那病人身上 把你的肝脏 移植病人身上 古来说没这个技术啊 怎么移植的呢 怎么不是给他的呢 这是神力 神力 不是医学技术力 在他本身上 在他本身上 都是调伏 长得匀秤了 就是啊 但是这个身体是不坏的 懦罗燕坚固 大力曾经无能屈服 得清凌业 这都是形容词啊 形容什么呢 形容菩萨 第六位 继位的菩萨 他四宪是国王的神 四宪是人王的神 就是为帝王 统约啊 很多的大国 是形容这个人王的人 这是说他 领导一切化毒的自在 他的报审正报 赶在书上 微妙 向好庄严 一切冤敌 都能归算 他的发号指令啊 大家都听从 都能听从 也不要开坏 现在嘛 一个一个总统发号指令 现在议会通过呀 各部通过呀 古来不是的 一个人说了算 他说这么着就这么着的 但是 他得具足德 具足什么样德呢 修实善 身善 不杀不道不饮 口四 不忘缘 不乐口 不欺 不良舍 也不欺贪真词 这菩萨继位的嘛 同时呢 前面说他那个盖 照他顶上那盖 那个盖啊 是慈悲 以慈悲为盖 这都是形容词了 形容这不忘啊 但是这一度啊 是讲的 不饶不饶都没度 不是智慧 但是所说的呢 不是走是不识 什么道理 没有不是的 成不了 德 不识是用德啊 是慈悲成就的 慈悲是从什么产生的 慈悲从智慧产生的 本来是智慧 回向 慈悲回向 以什么回向呢 你不是回向 因此 才离去过患 虽然把这个 国王形容的 福德无量 但是他 很诚实的 很谦虚的 他内心里头 看着一些纵伤 都当父母想 都祝福想 这个国王 他是继位的了 大菩萨修成继位的了 因此 他是 以德福人 完了于国王之身 行不识度 他的身体 每一个部分 都可以不识给纵伤 不识给国家的人民 这后文就开始讲了 但是他呀 据说这样得 他是修行一切布施 同吧 现在的国王 现在也没国王了 现在总统 不大啥肯布施 你求也求不到 都布施什么东西呢 或者是 布施施 饮食 饮食都是很美好的 或者布施 给车长 或者布施衣服 或者施舍滑慢 扎香 涂香 坐床 防舍 一切所注册 上面的灯毒 病了吗 汤药 保气 保车 那保气 保车可不是现在保马 现在的汽车 有保马排号的 保马 保车 现在不是马 那个人现在行动车 不是给一些众生 高级轿车 现在没有这样的总统 跟现实也不能比 那时候讲相 调良 相马 把那相和马调腹 很好的 马身上 相身上 庄严的 难忏呢 都能保庄严 欢喜不是 把这些个 上头所说的东西 不是给一些众生 回着 有人来向国王求 求什么 国王啊 你这坐子 坐子很好 你这宝座 给我吧 他就把他给他了 回来要他那个盖 要他那闯饭 要他那庄严剑 他都舍 给你 还有特殊的 要他的宝冠 这本来是不舍的 每个皇帝 带着那个宝 罐上有个明珠 那是权力所在 一般的不舍的 但是这个继位大菩萨 他照样都舍 那个罐里头 有个 有个集 集着 宣个明珠 宣个明珠 这些是物子了 有的人来给他 要王位 说国王啊 你这个王位很好 你不是给我吧 他就把他王位 给了他了 咱们现在平来 好像笑话一样 这继位的菩萨 在华宁讲 就是入室 就入室能舍 但是哪些人来 给他要皇冠的呀 恐怕不是 不是一般人民啊 也是那个化现的菩萨 成就他的道业 让他一切能舍 一切能舍 咱们看见勒布施者 好像很容易 没有智慧的不能舍 因此这一度 这个回向 叫波罗波罗蜜 就是智慧回向 这些舍的意思啊 以这个 布施供养 完了是 回向给众生 布施说得的福德 物子布施了 继位的菩萨 他要把这个 回向给众生 不止财宝 这叫外舍 外舍 乃泽的旗子 王位 都能舍 看别人受苦 他愿意身带 身带 他愿意受 是带众生受苦吗 这就含义 或者看监狱里头的 囚犯 临行了 又被杀了 这个国王 他愿意 他身相救 代彼命 乃至求他的头发 求他的颈气 他都舍 舍得很欢喜 没有吝啬 这叫外舍 眼耳鼻舌 牙齿 头顶 手足 血肉 骨髓 心肾 肝肺 大肠小肠 厚皮薄皮 咱们身上 我封不出来 哪个皮厚啊 哪个皮薄呀 厚皮薄皮 手 竹 竹子 手指竹子 连肉的招甲 手指盖啊 脚指盖 头身 下森大的火坑 毁为 护此如来正法 与身引受 一切苦度 为求法 乃至一字 先让骗舍四海之内 一切所有 横与正法 化岛群生 令修散恨 舍利住那 要见众生 损败 他行 此行就之 令舍罪业 要见如来 成正动觉 成阳赞叹 朴实文字 毁尸与地 造了身方 毁尸与地 就布施土地啊 不是土地建立生生 把自己所有的布施完了 连自己同仆 完了 把自身 也去给人当奴隶 以自身 四来七折 大家想想啊 他是个大国王 就有人说 你不要当国王了 给我当奴才 能让他舍这样的 是什么人 那都是大仆子化线的 成就他的道业 这都是形容词啊 形容词 形容词 就形容 这个国王 他是菩萨化身的 他因为 要立一切众生 供养一些众生 随着求什么 都满他们的愿 这才是知生之物 知住生活的一些物子 他全都能舍 大家思维一下 思维一下 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 然后从禅定 第五大愿禅定 禅定回向 那么这一度的回向呢 是智慧 定能发坏 发落智慧的 有智慧的人 上头说是一些东西 说不是这个东西 这是物子的 大概嘛 有什么实习总吧 像说 像马 闯饭 宝冠 宁桌 这是外相了 还有身体呢 耳 鼻 牙齿 守住 乃至守住子 乃至他所有一起的肉人 包括他妻子 都能舍 怎么能做到这样子 把这个舍的功德 能舍的功德 用他来回向 回向给谁呢 回向给众生 这个后头 总结了 一步声 成他回向的法门 佛子 菩萨 莫和尚 谁所失误 无量无边 这不是料举了 这举的都是大概 求的东西还多了 舍的也还多了 大字 随他所失误啊 总说起来 无量无边 就多的意思啊 把这个善根 布什的善根 回向 回向到什么呢 回向给众生 回向与祝福的菩提 这成就了他 布什的回向 但是 布什得有智慧 没有智慧 他是不能做入室布什的 以下还有 所谓的 以善妙饮食 是个众生 死舍的时候 悉心清静 你所失误 你所不是东西啊 无贪无作 没有故隶 咱们有时候 布什完了 把这个自己 心耐的东西 布什给别人了 他还回顾 回顾什么 常识想 哎呀 那个时候该布什了 这就 功德就没有了 布清静了 舍的时候 如果有个得功德的心 也是不清静了 如果 有一个我 能舍的我 还有一个受舍的东西 人 东间还有个所舍的我 三轮不空 那这个功德 也不大了 这个舍呀 三轮提空 能舍的 受死者 所失的物 都不起执着 还有众生恐怖 众生恐怖 那你要 不是给他无畏 让他不恐怖 是众生难 总之在你舍的时候 心要清静 所失的时候 没有起着念 贪着之念 没有吝息之念 这种形式啊 是让一切众生 得智慧 不是物责 是智慧不是 那你心的 一点障碍都没有 本来不是饮食 但是 注意饮食的 性体 了知饮食的 性体 性体是没有贪恋的 生起来 是法喜 其实 这种 不值得 是处理的 让众生 得到我所实的 饮食 就是处理三戒 处理生死 得称佛道 这叫 智慧充满 以法兼顾了 这奢取善根 法身 自身 清静 咱们现在这个身 不清静的 无浊的 那饮食呢 是支住你现在身的 它变化了 什么变的呢 法会神 变为智慧神 饮食 变为法师 以法为师 这样变成清静 人变清静 这时候 对于众生 给众生做福田 说他现在所说的饮食啊 是分断食 但是 以你的回向力 变成清静的 无分济的 变成法师 以法为师 这个这一段 叫菩萨摩克萨 布什时的 上根的回向 上根的 就是把菩萨 自己所修得的 就是 就是 布什 忍受 修得的 这个善根 把它 供养也给 一切众生 这叫善根 回向 众生 种了种种 福田 从九元以来 回家说 尽量 有的是 贤者 贤者有智慧的 有些欲存 有些是丑恶 不论男的女的 人非人 所有心里想的不同 心里想的不同 所求的也不同 平等 私给 都令他满足 那么 菩萨 摩克萨 在布什的时候 发起一张 蛇瘦众生的心 怎么蛇瘦呢 以善法蛇瘦 叫善蛇心 那就是换句话说 不是给众生 智慧心 因为这是智慧道 以这个来回向 蛇瘦众生的色 兼顾他一切善根 这是五蕴 说说的色寿 响心时 观世在菩萨 教授我们的 要用智慧 造见你这个色寿 响心时 这是五蕴 以智慧一造 直到 五蕴没有 造见五蕴皆空 那是以神波若自 造见五蕴皆空 摄受五蕴皆空 这是众生的 善根坚固 这是以国王为主的 实现一个国王 所以善蛇王位 善蛇王位呢 要以慈悲 没有刑罚 前头讲没有刑罚 善蛇王位 以实善 化导一些众生 这叫善蛇王位 那么 使他的国度之内的 所有的臣民 善根都能捡到 捐过 他所有的眷属 都能捐过他的善根 在这个知生的 要生活 得有支住你生活的工具 衣服啊 饮食啊 防舍啊 一切 既然 散生的知具 支住你的善根 完了使你的善根呢 才能坚固不退堕 让他善根 还要成长啊 还要生长 枝叶啊 发芽啊 开自会花呀 结菩提果呀 这都叫善根之受的 所以不是 不是说你 能舍的心 你要把它舍护好 能舍的心 应该经常起变化 怎样变化呢 舍完了 后悔了 舍了自己没有了 到自己用的时候啊 又不方便了 不方便就后悔了 该不舍了 这就是 有悔心所在内 要坚固的 坚固的悔心所就没有了 这样呢 才能你的善根呢 才能坚固 这样子嘛 才能坚固一些善根 这张简 思想当中 包括的 有说起的名词 向马 闯饭 宝贯明珠 耳鼻舌身手足 随肉 厚薄皮 手指甲 脚指甲 舍手指 舍竹指 乃至于同婆 这包括圆灵妻子 这些都能舍 都能舍 接着就回到 菩萨摩克萨 所有实物 无量无边 这叫什么呢 施舍的善根回向 三个回向 这个思舍的善根 从什么地方生起 从波罗波罗蜜 那波罗波罗蜜的自会 意识到 所有这些生灵妻子 所有这些生灵法 上头所施舍的 都是生灵法 以这施舍的生灵法 所得的善根 是不生灵法 生灵法 是以众生所居住的 不生灵法 是菩萨祝福 所证得的 我来一下 我刚才讲的那段 回到刚才讲了 所有施给众生的饮食 施个饮食的时候 施者 能施者 清静心施的 所思的都 都有清静心 怎表达清静心呢 无贪 无作 没有吝啬 欢欢喜喜 不是 愿一些众生 吃到我所不适的饮食 能够得大之坏 心无障难 为什么这个有时 这么个效果呢 因为 食的体性 你不是那个食啊 它的体 它没有贪着呀 它也没有意念 把这个解成为 欢喜 要愈 一些法 什么法呢 处理法 能舍的心 所舍的我 都是智慧充满 以法兼重 舍取善根 那 所得到的 神 是法神 是智慧神 现在咱们是右神 贪神 慈慢 一所 解成的 三度学 做成的 变成智慧神 变成法神 智慧神 清静 忧心 难免 众生 给医学 众生 做福田 现在 所说的 团食 是为 菩萨摩扎的 实实是 散根的 回向 团食 什么意思呢 那个时候 只是 实际上 问题 在世的时候 印度吃饭呢 拿手吃点 把饭抓成团 大家学记了就知道 不得手把散饭 是应当学 咱们是吃的散饭 咱没拿手去 把它抓成一个团 西藏人 现在印度人吃饭 还这样子 他不是拿碗盛饭的 他没筷子的 现在进步一点了 有的啊 高级知识分子 国家的干部啊 拿瓢吃啊 拿个盘子 摇着瓢吃 一般的老百姓 就拿手装 把那饭抓成个妥妥 他们就吃咖喱饭呢 拿土豆啊 跟咖喱炒在一起 拿手装 钻一团 现在还是这样子 生活习惯嘛 在这个实时的时候 心无所作 提不出这饮食 也不执着以 这个 这个 死而生相未出发的 五根的身体 五啊 五蕴的身体 得这个 处理 发洗处理 这种实 不是以团食为实 菩萨实时手 与这个 三根回向的纵正 其心清静 实者 不实者 他心里头 是愿众生 得智慧 不得饮食是包摄三量 得了智慧是法身 以法为实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慈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 慈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悟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 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慈悲智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灾界 祭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生众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华言专中学院研究所 及推广部早晨中 环有兴趣学习华言的正信者 欢迎报名 报名申请入学资格 1.大学部正修生高中以上 2.研究所正修生 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 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监收 县女众50岁以下正信佛教徒 报名方式 上网下载报名表 请务必著名姓名、地址、电话 并以Word及PDF档案格式 寄致email行箱 或电卡教务处 0223414760 0223414760 推广部 0223213319 0223213319 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二段44号 悲壮的灵牛王 灵牛又叫金毛牛角灵 它长相雄壮 头上有一对弯曲的脚 它身材庞大 鬼物 体重非常的重 真是奇观啊 它们真是太漂亮了 这些灵牛的确漂亮 不过 比起我在动物杂志上 看到的那头还是差太多了 说着 阿丁拿出一本动物摄影杂志 杂志的封面上 是一头非常雄壮的灵牛 看上去左右上千斤 杂志上的这头灵牛也太大了吧 这张照片 搞不好是经过人工处理的 不可能 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和我说 就是在这片草原拍到的 哎呀 这不是灵牛王吗 怎么 你也见过这头灵牛 当然了 我们这灵牛都知道这头灵牛王 它是牛群的首领 那你能带我去找到它吗 我真的很想见到它的 我们只能四处走走 碰碰运气了 谁知道它会带着牛群 跑到什么地方呢 说得也对 走 我们到草原深处看看 或许 或许运气好 会遇到那头灵牛王 我有直觉 今天我们一定会看到它 然而它们没走多远 让它们赶快派人来救护 以免它流血过多死掉的 嗯 灵牛个头那么大 又特别团结 就连豹子狮子都不敢惹它们 究竟是什么动物 能将它伤得这么严重啊 柴狗 一定是柴狗将它伤成这样的 因为灵牛虽然能打败 豹子那样的猛兽 但对个头比自己小许多的柴狗 却怕得要死 它们为什么会惧怕柴狗呢 柴狗十分阴险凶狠 而且还特别狡猾 最重要的是 它们也懂得团队合作 所以它们常用群弓 来伤害和吃掉灵牛 它们是灵牛最危险的天敌 这头灵牛应该就是被柴狗给咬伤的 我已经联系好 动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了 它们很快便会来这里救助它的 那我们赶快去找那头灵牛王吧 不行 如果我们现在离开的话 这头灵牛可就危险了 我想是我们的车将那群柴狗给吓跑了 我们一旦离开 它们一定会回来吃掉这头灵牛的 那我们还是在这里守护着它吧 以免它被吃掉的 就这样 它们一直等候着动物保护区的人员来到后 才离开 从那天起 它们三人经常来草原深处等候着 希望能够亲眼目睹那头灵牛王 这是草原上地势最高的地方了 站在上面我们能看到很远 这样能更好发现灵牛群 这么多天我们都没看到那头灵牛王 我真的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这个无需怀疑的 我就见过它好几次 我们只要耐心等 它就一定会出现的 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它 你们看那群灵牛 领头的就是那头灵牛王 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 我们终于把它给盼来了 是啊 真是太棒了 终于看到它了 灵牛王 再往我们这里来 让我们好好看看你呀 远处 一大群灵牛跑了过来 为首的正是那头灵牛王 然而那群灵牛却停了下来吃草休息 牛群的中心地带是母牛和小牛 周围是身体庞大的成年状牛 而在一处高企的土堆上 灵牛王正站在那里 警惕地望着周围 他们怎么停在那里呀 真是可惜 你们看 那头灵牛王在做什么呀 他这是在站岗放哨 警惕天敌的来袭 作为灵牛群的首领 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自己家族子孙的安全 看来他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首领啊 你们看 他的神情是多么的警惕 不过他们究竟顾虑什么呀 这么一大群灵牛 就算是狮子来了 也不敢贸然进攻呀 难道你们忘了吗 柴狗群才是他们最大的天敌 看来他们真的很惧怕柴狗啊 唉 好不容易看到了灵牛王 可他却离我们那么远 我们不如靠近他一些吧 这样我也能拍到他的照片了 那可不行 我们一旦靠近的话 他察觉到危险会带着牛群跑开的 要知道灵牛王可是非常警戒的 哎呀 他这是怎么了 灵牛王这是发现状况了 你们看是柴狗 柴狗来了 阿明和阿丁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六只柴狗正飞快地朝着牛群跑来 柴狗来了 大家不要慌 快做好战斗准备 妈妈 好多柴狗 我好怕 孩子 不要害怕 灵牛王会保护我们的 母牛们 看好你们的孩子 大家准备战斗 灵牛王一声令下 周边的灵牛一起拱着腰 低下头 把尖尖的牛角对准了靠过来的那些柴狗 灵牛的数量远远超过柴狗 而且他们的个头那么大 看来这些柴狗 今天注定要空手而归了 这可不一定啊 你看 那些柴狗根本不惧怕灵牛 而灵牛却显得非常胆怯 没错 你看 柴狗还没发起进攻 灵牛们就有些胆怯了 在气势上 他们已经输了 没错 这些柴狗会利用自己灵活的身躯 不停地变换位置 进攻偷袭 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小灵牛 而撞牛们既要防守敌人 又要保护小牛 故此失彼 难以应付 好可怕 这些柴狗真的好可怕 怎么办啊 我们快逃离助力吧 不行 你们一旦离开这里 那只有死路一条 不用担心 灵牛王会保护我们的 这些可恶的柴狗 你们若是敢来 我就让你们尝尝 我这牛角的厉害 妈妈 柴狗要跑进来了 那只柴狗张开大嘴 露出利尺朝小牛扑去 这时候 灵牛王快速冲了过来 用牛角一下子将那只柴狗挑起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接着用自己的皮子 狠狠地朝它踩去 那只柴狗顿时受伤了 太棒了 灵牛王 好样的 你们这些柴狗 赶快逃跑吧 你们是打不过灵牛王的 要想让柴狗退缩 那是不可能的 它们绝不会因为同伴的牺牲 而放弃进攻 果然 这群柴狗又发起了 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而且一次比一次疯狂 几个回合下来 灵牛乱了阵脚 妈妈 妈妈 快来保护我 好可怕的柴狗啊 我们快逃吧 救命啊 救命啊 灵牛王又一次冲了过来 用牛角一下子挑起了柴狗 然后头一甩 将那只柴狗甩出了好远 哼 今天我要让你们有来无回 你这个家伙今天弄伤了我们同伴 我绝不可能放过你的 大家冲 大家赶快撤退 带着小牛赶快离开 天哪 灵牛群果然失败了 它们这一逃走 那肯定会有倒霉的小牛 被柴狗追上咬死的 没错 只要它们捕猎到了一头灵牛 那就不会再继续围攻下去了 唉 不知道哪只倒霉的灵牛 会成为这群柴狗的食物 灵牛群慌乱地跑走 按照惯例 柴狗们会袭击那些 跑得慢落单的老牛或小牛 而今天 在牛群最后面的 竟然是那头最壮的灵牛王 灵牛王一边撤退着 一边不时用自己的牛脚 朝追赶过来的柴狗进行攻击 天哪 灵牛王它这是在做什么 它留在队伍后面 可是非常危险的 灵牛王那么强壮 我想那些柴狗 根本不敢袭击它 不 今天这群柴狗 好像把目标选定为了灵牛王 你看那些柴狗 并没有去追赶牛群里的那些小牛 而是紧紧地包围在灵牛王的身边 天哪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们得赶快去救救灵牛王 唉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离它太远了 柴狗群将灵牛王团团围住 它瞪着眼睛 愤怒地盯着周围的柴狗 哼 你今天跑不掉的 干掉它 我们饱餐一顿 说着柴狗一前以后 朝灵牛王扑去 灵牛王用牛脚使劲一挑 将其中一只柴狗挑到空中 然后重重地跌落在地 这物 这头灵牛王太厉害了 它停止了进攻 后退了几步 其余的柴狗也惊恐地后退了几步 灵牛王见它们后退了 便快速朝灵牛群相反的方向跑去 哎呀 灵牛王怎么朝那里跑去了 是啊 它为什么不朝自己的牛群那里逃跑呢 它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群呢 不过它这样一逃跑 可就中了柴狗们的计谋了 中了柴狗的计谋 你为什么这样说 柴狗的速度远远超过灵牛 而且它们最擅长从背后攻击猎物 灵牛王它今天凶多吉少啊 你跑不掉的 弄伤了我们的同伴 你今天别想活下去了 绝不能让它逃了 最后为了自己的同伴 灵牛王不顾自己的安危 将柴狗群引离了它的牛群 做出了保护大家的选择